欢迎您回到股东前朝 我是蔡佑达 大盘现在跌幅持续的在做收敛 目前下跌了75点 其实已经从刚最低点16559点 持续的往上拉抬了将近200点的幅度了 留了蛮长的下影线 到底这短期最紧张的时刻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 我们赶紧请教专家资深分析师许峰路 峰路哥午安 有答案各位全国投资面有大家午安 峰路哥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大盘跌幅有在做收敛 但是如果个股方面的话 跌幅没有做收敛的是不是就要小心了呢 因为今天看到盘面上面 IC设计个股方面还是蛮多档出现跌停的 像我们看到现在镜面上面 至少有五档有跌停的 六档跌停的IC设计 它并没有因为大盘的跌幅收敛 而往上的有买单敲进 那这会不会也是因为 这个所看到的 这个所看到世新的KY 已经吃了第四根的跌停有关系 其他的个股到底是被错杀 还是真的大户已经跑走了 那么现在包括了所谓的去美化的概念股 因为大陆的半导体现在要去美化政策 所以把CPUGPU跟EDA这些要国产化 所以为了要加强方向 现在大陆半导体要突破困境 将离不开台场 那反而这边是不是有被错杀的疑虑呢 到底要怎么观察 好 我想今天盘面会这样的下跌 主要是连续性的 世新KY下跌过程里面 这个有市场在传言 所以投信可能要进行一个赎回基金 所以他被迫要卖出 其他的一个高价的IC设计股 那其实我觉得传闻都是传闻 我认为投资品 还是要着重于整个个股 它长期性的发展 还有它的趋势 它跟产业的一个整体的结构上面 是不是能够持续营收成长 获利成长 这样才是股价真正上涨的动能 那我想再加上今天大盘 也是创了新高拉回 两天的成交量都超过4000亿了 而且今天盘边的预估量 可以接近5000亿 那这样的大量 自然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不过我还是这样认为 整体的趋势 我早上已经跟佑达连线过一次 对吧 我刚刚就讲说 我认为趋势没有变 那盘中的一个震荡 大家先注意 指数在17000点 那1%就是170点 那你会觉得今天2%的一个震荡的幅度会很大吗 其实大家慢慢做一个习惯 那震荡完之后 我认为现在一段是清洗筹码 同时间再把人进行大换股 中路老师 因为你说今天量爆得蛮大 跟昨天比起来说不定更大量 5000亿以上 那你觉得今天可能是洗盘还是出货呢 我认为有一些股票 它是在进行出货 有一些股票 它是在进行洗盘 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如果就整个大盘指数来讲 这一定是洗盘 这不是趋势反转 好 为什么我这样说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指数已经跌62点 对不对 好 那我早上就说 今天因为是 期货的周选择权结算 所以它会今天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因为外资期货是做空 它会在今天里面上下起手 那我相信来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认为指数相对来讲 今天的低点大概已经经过了 那很多股票你可以发现 往下跌完之后 很多跌停板打开之后 很快可以翻到涨停板 我等一下用这个角度 帮大家带出来 今天被凑杀的一个族群 而整体而言 我认为行情还是要持续往上走 毕竟第一季的营收 已经全部公布了 月报的部分里面 我们财场大多数都是创新高 而且我们三月份的出口也创新高 所以基本面其实是有接替上来 我认为长线无语 那短期的震荡必定会有 好 那我现在来讲重点 今天排面上最强的 一早跟大家报告 包括像中纲公道涨停板 对不对 然后像货柜行女 公道创新高 但我说连涨之后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做追加 好 大家只记得 我喜欢用生活选股超前部署 你怎么样去选 当然是选现阶段市场上最热 国际间最热 大家最看好的 那你看一下 昨天美国科技股 特斯拉是大涨了8.6% 我一直在说 今年的电动车会旺到年底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新 我跟大家来做分享 就是应用工业院 它的一个Aerosef的车联网技术 竹北无人驾驶的电动巴士 准备上路 好 这台无人驾驶电动巴士 本月就会开始在夜间测试 今年8月会开始接送客人测试 到明年3月会正式收费上路 它会成为新竹高铁 到竹北市区的街坡公车 而无人驾驶当中 最重要一环就属于车联网 所以这是行车安全中的重中之重 那我今天透过这个部分 在观察盘面上的现象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今天有家公司叫AESKY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搭这个公司 因为才刚刚挂牌没多久 但这个挂牌的一个 仿佛已经非常大 3月22号 第一天挂牌收盘是469元 到了前天最高 只能要767元 仿佛非常大 那今天震荡一度打到跌停板604 现阶段回到平板上 还涨7块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跌停上来之后 已经涨了超过10个百分点 那如果 它是跟着大盘被挫杀 那随着大盘在收链跌幅的时候 它已经正至于是翻红转强 那是不是就是趋势 那它是谁 它是鸿海集团几下 这个新普转投资的电池厂 那电池现阶段的运用 大家也都知道 不论是手机 不论是所谓的这个电动车 这个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所以电动车的概念 在影响到 联动到我刚刚所说的 美国特斯拉 单运大涨8.6% 我帮大家带到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代号8085的福华 为什么要说到它 因为它就是跟工研院合作生产 这家公司生产的 车链网运的DSRC通讯模组 就是用在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新竹的电动巴士身上 它是跟这个工研院合作的 而且这家公司 8085的福华 三月营收 月增63% 年增45% 外资法人 昨天还买超580张 那大家过去可能想说 8085的福华 它不是大同集团旗下的公司吗 它不是做面板的吗 对 它过去确实是主要是以 电子零件的一个面板 的一个背光模组为主 但是它这几年 不断在进行新的改革 尤其我在今年年初 跟大家报告过说 它已经怎么样 它已经在 整个母公司大同集团 重新改足处 它已经重新的怎么样 重新的走出一个 不同的一个格局 当时我跟它在报告的时候 才10块 那你看今天在跟大家 报告的时候 它已经接近20块 那大家也看到 刚刚它在 整个大盘往下跌的过程里面 它也打到跌停 但我还没有 开始分析它的同时 它已经是怎么样 已经开始收链跌幅 现阶段回到平板上 但重点是我刚刚所说的 它跟工业院合作电动巴士 而且它已经开始 怎么样 开始出过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给工业院的一个使用 所以它已经打入了电动巴士 再加上过去 大家在看它的是什么 面板的背光模组 而且啊 最近的一个面板 全面都在上涨过程里面 它股价也没有落后 拥有充分的题材 那它还打进到谁 既然它是 面板的背光模组 当然也打进到了 车载的背光模组 所以它今年的营收成长 动门一下子全部豁然开朗 当整个高层的一个 营运的一个中心 已经彻底的解放之后 它今年以来就有机会大成长 而且这些只是 我刚刚跟大家在讲的 现在最热的 面板缺货 笔电缺货 所以相关的背光模组 就会大涨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还打入到中国面板 还有系统供应链 还有车载背光模组 全面性的一个爆发 再加上刚刚所说的 车载的部分里面 它又出了这个所谓的 即时行政安全目的的一个 DSRC通讯模组 这个它再出 所以测热底底的一个什么 现在的所谓的一个 车用电子概念 最近太阳能也很热 它还有转投资 运能科技 这是从事太阳能模组制造 持股14.59% 转投资的沥青科技 从事LED车灯 还有就是路灯开发 沥青科技今年涨幅非常大 它具备有二次光学的 设计能力 它一样有持股 所以你看到 这么多的一个投资 都带动它 它的股价 有机会往上持续的攻高 重点是 人家还有土地资产 可以活化 在三峡土地 占了9000平 现在每平 就算估20万就好了 总价值19亿 每股的潜上价值 有12元 每股的潜上价值 EPS就12元 去年第四季 转贵为盈 单季0.13 正式的一个 卖向开始获利 三月营收 又月增63.62% 年增45.88% 所以我认为 像这样的公司 投资朋友 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毕竟在大盘 现阶段 比较震荡的同时 你又具备有多重题材 股价相对而言 绝对价值便宜 长线景观又好 那么外资 也是在这边 持续性布局的话 投资朋友 应该可以特别去做个留意 因为其实现在外资是看好 电动车的发展没有错 甚至特斯拉的 这个股价的目标价 也被外资从419元 调高到了1000美元以上 那么昨天 这个特斯拉的股价 是收在700元上下 那既然有这样的趋势 但是以车电概念股 今天跌幅比较重的 像是3552的同志 包括做镜头的4976的加铃 甚至在2457的飞鸿 今天跌幅都蛮重的 那这几档的位置 又该怎么观察呢 好 我觉得 诱打问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好 我们首先 先来看一下3552的同志 诱打我们去年 我在东森这边连线的时候 我说到 我觉得我最看好的 电动车的 和一个 阿达斯相关概念 各股里面同志 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股票 股价 因为它营收成长 是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而且它打入到特斯拉 那当时的股价 我记得我第一次 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股价不到100块 那第二次 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大概股价在150左右 那你看到 今年最高来到 395.5 379.5 但大家特别去留意到 当你公布了去年 全年的获利 只有3.26元的时候 你的本益比相对来 显然是太高了 所以我很认同 之前有些分析市场 我在提到说 这两天可能在修正 所谓的高本益比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去找什么样 位阶相对低的 那你再去看像 2457的飞鸿 其实去年 我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它股价也是在 10块钱到15块 这个区间 我不断跟大家提醒 我说它这个 电动车的充电桩 但是你同样 你去看到 它的一个财报出来之后 去年还亏4毛6 那涨幅来到这么多 加速喷发 那这段时间 你们又看到 大股动在吃多持股 所以我认为像这种 高价 涨幅太大的 大家不要过度去做追价 反正你可以去留意到 除了今天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逻辑之外 你可以看到 今天有一个族群 悄悄的涨上来 电子族群 今天早谈的 比重比较低 但是大家知道 要助力 今年的新厂 我看到一则新闻是 你如果要去 盖新的厂 你通常都会 直接采用 自动化设备 才可以增加厂房的能力 让你增加 你的营收 所以我看到今天有一个族群 工具基 大家看 上营 今年过完农历年之后 基本上没有涨到 股价横在那里 两个月 今天第一天 放量攻击战 季限 好 先留意这一点 那你再看1590的亚德克 1月初 攻高到1215 创新高 拉回休息整理之后 4月上旬 因为去年财报 真的非常好 再攻一波 虽然没有再创新高 但是股价在季限之上 今天拉回到季限 持稳 但是大家特别留意到 是我之前就跟大家报告 1597的值得 大家可以看到 值得 我一直跟一路的来 从3月中下旬 跟大家报告之后 他一路的一个 往上 一路小碎步垫高 今天要法说 我跟大家报告 他的股价形态 是所有工具里面 最强势的 而且我看到 他的营收 也是今年 整体来讲 前三个月的营收 第一季营收 是呈现一个 大幅成长 而且三月份营收 还创了这两年来的 新高 1.54亿 月增19.34 年增28.77% 那重点是 大家可以去留意到 昨天 创新高147.5之后 爆量震荡 但今天居然早上 还是持续性的 在平板之上 是 是